我们今天会简单的带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关于分润的智能合约要怎么在推手上实作 因为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都应该有一点程式的底子 其实推手上的智能合约没有到很难写 大家看了就会发觉 哇 智能合约其实蛮简单的这样子 OK 先再重新自我一下 介绍一下 我叫Nako安 Nako安的意思就是耐子安 就是中文就是耐子老空 然后耐子老空是我在游戏里面的ID 所以如果你没有看到耐子老空大概是我 如果不是我的话 那个就是盗版的 所以我才是真的耐子老空这样子 OK 那我是智能合约工程师 那现在有在AkaSwap或是Tesda 就是刚刚提到Tesda的人 我是Blockchain Arcaverse里面的智能合约工程师 主要都是我这样子 OK 那右边那个就是我老公 OK 那关于智能合约的部分 我相信 我不确定在场有完全就是没听过智能合约 应该都不能讲没听过 就对智能合约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吗 然后再来都知道 那我好像可以把它跳过了 我讲到这个是给完全不知道智能合约在 那我简单再过好了 就是智能合约 我觉得有一句话的就是外国 我忘记谁讲的 但他讲的很有趣 就是They are not smart and they are not contract 就是他不智能但他也不是一个合约 但是他其实用我们工程师的想法 他就是一段程式 就是大家想必一开始学过C的话 都学过一个叫HelloWorld.C 你今天你执行的HelloWorld.C 这个ESC档之后 他就只会Print一个HelloWorld出来 你希望他省出一个耐质图片给你不可能吗 你再怎么按 他就是一个HelloWorld 他就只会Print一个HelloWorld 所以智能合约 它其实就是一个写定好的程式 你叫他做什么他就会做什么 你叫他不要做什么 就像邦峰老师讲的 就是程式码只会叫你叫他做的事情 这样子 那智能合约 我这边有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范例 就是智能合约在跟我们一般的钱包比起来 就有点像是我们现实中的法人跟自然人的概念 就是法人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团体 那自然人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这样子 OK 那我们讲一下跟智能合约的互动比起来 一般的区块链由中本充提出来像比特币的时候 比特币里面我们都只有钱包跟钱包之间会互相的交易 所以每一笔交易都只会有一个 例如说一个source 一个destination 然后最后一个amount 就是例如说我要传给谁多少钱 谁要传给谁多少钱这样子 那在智能合约里面会除了这三个资讯之外 还会多一个东西叫做parameter 因为多了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在destination里面改成变成智能合约 也就是刚刚讲的类似法人的概念 我们多了这个parameter之后 我们就可以让这整件事情变得更多元更复杂 那我们就可以让智能合约做一些事情 例如说我刚刚讲的hello world 如果你今天要说hello nako 那你就可能input一个nako 然后它就变成hello nako这样子 好 那讲一下Tezos底层的智能合约 它其实是有一个语言叫做Mickelson 那这个语言有听过的举手一下 OK 它几乎没什么听过 对 它的程式大概就像左边跟右边这样子 就是什么 右边有点小 但右边大概是什么Islept NTR DUP3什么的 就是看起来有点点很像足语一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你看右上角Nako也说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很难看 就是一般人不 你要硬要写可以写 但是写起来会很痛苦 对 那所以说 对 我们不可能会直接去写这种Mickelson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比较high level的language 那Tezos上有三个解决方案 一个叫legal 一个叫smartpy 一个叫archetype 那今天我们会教 因为我相信Python很多人就学过了 Python有学过举手一下 OK 好 太好了 太多人学过Python 那它是 smartpy是Python里面的一包东西 对 它是Python里面的一包 那你可以用Python的语法去写一个智能合约 那以右边的这个 右边这一块 右边这一块就是smartpy的写法 那它转译之后就会变成下面这个 像Mikkelson的语法这样子 OK 好 那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写的智能合约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拼 反正我们要写一个就是分润 那我就暂且把它叫做分钱这个合约 OK 那一个智能合约里面呢 在写一个智能合约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想好两个东西 两大两大个区块 第一个就是你智能合约的Storage要放哪些东西 然后再来是Entry Point 就有点像是我们写一般程式码的时候 你要扣叫的Function会有哪些东西这样子 那Storage里面这个我就先带大家想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要分钱的时候 我们这个分钱合约很简单 就是里面当然你现在有一个Ermin 我们这个Ermin它可能可以去做里面的一些操作 就例如说要去换里面的股份啊 怎么做是这些的 那再来要有一个Shares Shares里面就是讲好说哪些钱包它的股份是多少 比如说宏明祖教它的钱包 它的股份有它有200股 然后宝博士它有500股 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 那它的Type是一个Map 就有点像Dictionary的概念 OK 那再来还有一个SharesTotal 就是要算一下这个总股份是多少 那这个是为了智能合约里面方便才写的 那当然我们可以有点像是把Map整个做相加 那这个只是为了我们方便而已 好 最后一个Metadata 那这个Metadata我们今天不细讲 那基本上算是一个 因为你要让人家知道你这个智能合约做什么的时候 通常会有一个 这个有点像是这个智能合约的身份证 所以我们会让人家 如果人家想要知道这个智能合约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会把那些资料 成成一个JSON档 然后例如说丢到IPFS 或是丢成一个Map 然后把它放到智能合约的Metadata里面 这个基本上算是智能合约 就是只要你要一般公开的时候 通常会要有一个东西这样子 OK 好 那再来讲到Entry Point的部分 那Entry Point也就是我们的Function 那我们这个分钱的合约 当然第一个最重要 就是它要能分钱嘛 我要丢钱进去的时候 它就要可以帮我把钱分认出去 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然后第二个就是 好 更换Admin 那假设今天我是Admin好了 那今天哪一天 不好意思我去世了 那要有人帮我把Admin 换给别人的话 那当然要有一个更换Admin的功能 然后Brian就是 再来就是一个更新股份的部分 就是例如说 今天宝博又再加500股 OK 我帮他再加500股这样 然后最后就是领钱 那这个领钱比较复杂一点 那就是因为有些时候 假设我们今天 鸿鸣33股 然后宝博33股 我33股 然后今天进100股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不知道说 那个最后能 就是总是会有那些多余的小渣渣嘛 就是3333333 那除下来的时候 总会有些什么0.01留在那边 那那些0.01 你留在智能盒里面 就有点有点可惜嘛 所以那些小 有点像是小渣渣的误会 我们会留给 Element H80出来这样子 OK 所以算是 有点像 就是小的condition 对 OK 好 那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们第一个会有 就是刚刚提到的Metadata 我们合约的资讯 那我这边就很写的很简单 就是例如合约资讯 通常会有一个固定的格式 以Tether来讲的话 就是你写好一个Name 诶 我可以放大 我们的Name叫做Fanchain 然后Description就是 这是一个SmartFundra 就是给一个2023最酷的课程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Virgin 然后Order就是我这样子 就是这样 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Metadata 那我们现在是把它换到IPFS上面 那IPFS今天不细讲 那主要就是一个分散式的储存空间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回来讲一下 我们等一下写成 看程式码的时候会需要知道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第一个叫做 SP就是SmartFi的简称 所以等一下写程式码的时候基本上会一直看到SP点什么 SP点什么 这个就是SmartFi里面会用到的东西 那SP点Sender就是呼叫这个智能合约的人 就是谁呼叫我这个Entry Point 那个人就叫SP点Sender 那SP点Amount就是他呼叫的时候他传进来的钱 想一想就是假设刚刚提到的 有一个Entry Point叫做分钱 那他今天传500块进来的时候 我总要知道他传的是500块 对 那这个就会把他传进来的钱算算进来 那这个叫SP点Balance 那个不一样 那个就是这个合约还剩多少钱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的一个 就是领钱的部分就一定会用到SP点Balance 好 那这三个是算最常用的 那再来的两个是比较像Function的功能 这个是SP点Verify 这个是基本上所有 以太连或是Polygon或是Solana这类 就是基本上写智能合约一定最常会用到的类 就是其他地方可能不叫Verify 但是一定会用到的一个东西叫做验证 因为我们常常会知道说 我们常常会 我们总不可能说 例如刚刚讲的就是更换Admin好了 更换Admin这个功能 我们不能让一般的不是Admin的人 可以去做更换Admin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一定会去在中间的时候 去做一些验证说 这个人是不是符合我们现在合法的功能这样子 所以SP点Verify简单来讲就是在里面去验证说 这个人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Statement 那如果他不是的话 他这一笔交易就会失败 就是他简单来讲 他甚至可能没有办法成功传到链上 那他硬要传到链上的话 那我们的我们的有点像是Baker Baker有点像是叫矿工 有点像矿工的感觉 矿工他在验这笔交易的时候 他就直接把它验成失败 就是简单来讲 你就是浪费一笔钱在这里这样子 OK那Verify之外 到底是SP点Send的 那Send的就是 你会填一个Target一个Amount 就是你要传给这个人多少钱这样子 OK然后最后一个是Sell.Delta.888 是我们要拿Storage里面的资料的时候会用到 OK OK 好 好 那再来 合约成 这边给大家10秒钟时间 如果有电脑的话 我这边已经说好 说好那个桌网址了 所以大家只要打tiny.url tinyurl.com 然后FanchainSC 里面应该是一个SmartPi的网址 然后如果需要领取测试币的时候 这边可以来 Tinyurl I want to go to money 这边 然后呼叫合约 这个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现场直接把这个合约 布在测试网上面 所以现在这个合约还没出来 我们就一个留一个问号这样子 OK 大家好了吗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到合约的部分 我们这个很快速带过 因为有一些比较细的部分 可能不会太快 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讲 好 OK 那基本上 这个是一个算是SmartPi的线上编辑器 那当然SmartPi你可以把它载下来 在你的local上去做实作 那今天因为大家方便 所以我就直接放一个线上的编辑器 直接让大家看一下 里面的程式码大概长什么样子 那一开始SmartPi最简单 就是直接一个 直接把SmartPi import进来 然后就直接叫SP 然后我们后面就通通就直接用它的东西就好了 OK 那第一个我们提到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Admin 所以我们把Admin放进来 那今天我不是Admin 今天咱们的红明主角才是Admin 所以我把它放进来 OK 然后再来是MetaData 那这个刚刚有提到 我就直接把它放进来了 OK 那一个智能合约里面我们会一定通常会有一个直接用一个class把它包进来 然后刚刚提到的Storage的部分 我们会直接在Initial里面把它把它写进来这样子 那刚刚有提到要有我们 要有一个Admin要有一个Shares 要有SharesTotal还有一个MetaData 那这个全部都包在这里面了 那Shares里面的格式就是它的Keys要是Adress 它的Grammar里很讨厌 然后Value要是NAT在这边就是NatureNumber 就是自然数的概念 就是我们的Key就是一个Adress 然后Value就是自然数 OK 然后SharesTotal 因为一开始我们没有任何人 所以里面我们就直接放一个0那样子 然后MetaData就是刚刚我们直接拿上面的MetaData来用 OK 那每一个刚刚提到的Entry Point 也就是我们要呼叫Function的时候 我们都会在Function上面再另外开一个Decorator 叫做SP.Entry Point 这样子它程式码才认得出来说这个东西到时候要开着Entry Point出去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有几个 一个是分钱 那分钱的部分在Keyzos里面 因为分钱这件事情我们不一定要 我们可能是大家直接传钱到这个智能合约 我们不一定要会呼叫这个智能合约的某个Entry Point 也就像是今天我们刚刚提到说 我们可以把钱转给一个人 我们当然也可以把钱转给一个智能合约 那对于一个智能合约来讲 它如果单纯只是收到钱的话 那它呼叫的Entry Point就是这个Default 就是Tazos里面算是 这是一个比较特例的Entry Point 那你只要写成Default的时候 它就会认得说 直接当有一个人直接把钱转进来的时候 然后就是呼叫这一个 OK 这里面就会 这个算是有点像Pyton语 就是把里面的 把这个Shares里面的Item 全部捞出来 然后按照里面它的比例 例如说 然后它的SharesTotal里面 希望看得懂 没关系 回去可以细细品尝那样 OK 那第二个是WithStraw 就是刚刚最后提到的领钱的部分 这个领钱的部分的话 在一开始我们有提到说 这个因为领钱这件事情 一定要是耳的命才可以做 所以我们通常会 另外再写一个简单的小Function 那这个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Function它上面就没有一个 它就不会有Entry Point的 这个Decorator 因为它就只是让我们自己 可以呼叫用的 那它就是会用到刚刚提到 SPEED.Verify 那Verify里面就会 直接去验证说 就是现在SPEED.Center 是不是我们里面 现在记录的Admin 那如果不是的话 拜托帮我 帮我print一个 NotAdmin给这个人的样子 OK 所以 这样 其他有这样一个Function的话 就是后面就很方便 就是 但凡只要要 Admin的时候 我就只要扣一个SPEED.Center Admin就好了 那你看像 像我这边提到的 UpdateAdmin 或者是UpdateShare 我这边都会扣 就是刚刚后面面有提到 就是只要去 需要Admin的权限的时候 我就会 我就会把这个放进去 这样子 OK 好 那WithStraw的部分 就是 回到WithStraw这边 只要确认Admin之后 然后再看一下里面的钱 有没有大于零 有大于零的话 我就把钱全部送给Admin 这样子 OK 然后UpdateAdmin很简单 我直接传一个Admin进来 然后如果它是Admin 确定 好 没问题 好 那我就把现在Admin 换成这个人 然后最后是UpdateShare 它挺复杂的 但 它简单来讲 就是传了一个List 然后这个List里面 会记录说每一个地址 给我这个地址 然后这个地址 它现在的股份应该是多少 那也就是说我今天可以同时更改好几个人的股份 那等一下我们例子会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一次更改一个 只是这个是为了通用性 就是如果今天你要一次更改100个人的股份的话 那这样子比较方便 OK 那 针对这个List去更改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跑一个Fall loop在这个List里面 那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很不方便 就是很不方便 就是例如说像每次都要去SB.4什么的 那SmartPi在之后推出的新功能 这是现在还没有正式版 就是之后推出新功能里面 它就把这些比较像SB.4 SB.if的那个SB点都拿掉了 就是这样子更friendly 对于Python的使用者来讲更friendly 但现在那个还没有真实推出来 所以我先用旧版的给大家试用这样子 OK 那这里面这个Fall loop大概简单讲一下 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先看说 它有没有寄存 今天传进来这个地址 有没有已经存在在这个现有的股份里面 如果contents如果有的话 那有两种可能 就是第一个他要把他的股 他要把这个人完全剔除这个股份 第二个可能是他update他的股份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跑到这个else的话 那就是表示它是一个新的股份 那我就很简单 就是我把total加上他的share 然后我把他 我把这个地址的share填进去就好了 OK 那回到刚刚这里面 delete里面的话 delete的状况就是 今天如果我把他的股份写成0的话 也就是今天传进来的那个股份 我写0的话 那很简单 我就是把share里面把他的股份 先把他扣掉 然后最后把他在map里面的资料 直接把他delete的掉 OK 然后再来是update share的话 update share就是我先把他原本的数字扣掉 然后再加上他新的 然后再把他的 他的资料更新上去 好 看懂时事码应该看得懂 对 那我们再回去细细评会 这样子 那程式码就要大致上写好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他线上编辑就蛮方便 就按一下这个play之后呢 他就会出现在右边 但是因为我现在把它关掉了 好 那只要 但凡有任何中间有变异失误的时候 他这边都会跳出来 但这个应该是有写好的 所以不会有问题 那这边会有一个deployee microzen contract 然后在这边可以把deployee上去 deployee就是直接把这个智能盒 就把他丢到链上面 那今天我们没那么多钱 所以我们先把他换到goesnet goesnet是 Tesl上面的一个 有点像是跟着现在最新的Portacle 在走的一条测试链 这条测试链 他基本上只要Tesl是不倒 他基本上应该也不会倒 也就是他会一直跟着最新的Portacle 所以他还蛮方便的 好 然后选好你的net之后 再选我们的 好 再选我们要付的钱的钱包 然后呢 这边请他帮我们估一下 我们大概花多少钱 然后大概看一下我们初始的story 就是一个admin 然后一个metadata 然后一看 这不用看什么样子 直接deploy的数据就好了 在goesnet上面deploy的Gas 比如说他算出来是0.0001 到mainnet的话这个数字 Tesl本位的GasP还会是一样的 就是应该说他应该说是根据他现在的Portacle 如果他的Portacle跟mainnet是一样的就会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也在测试网上面也算是一个方便你去实测说你的智能合约有没有写好 因为其实智能合约说简单很简单 但是说复杂也是很复杂 因为智能合约如果你一旦有写出任何一个漏洞出来人家就很容易就直接攻击进去 如果你写的不好就像某某某房事件的话就跑出一个Fall loop去做一些事情 好像这样子 你去做一个你去写一个Fall loop然后去烧大家的所有的Gas 那那个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示范 对 好 那我们把它deploy出去之后 因为他理论上会直接找到他他这边也有找GoSnap 哦 他是不是会有一点不同 嗯他的就是看他的node就是如果他今天node没有写好的 他的node可能没有正常的运作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功布上去 所以我们今天先换别的node试试看 所以那些node是就是算Tazel它就是你们这边有proof 嗯对就算是Tazel上面公开就是已经有run 已经公开run的节点这样子 就是大家在送交易出去的时候都可以送到这些公开的节点出去 那像我们平常自己有run一个node但是 但是 但我现在想说 让 连这些比较稳定的node应该比较方便 那我们自己有一个node 也会在那个list上吗 嗯 因为我们的不是公开的 所以我们不会在那里面 对 有点尴尬 不过因为最近这几天刚好在做升级 所以有可能ghostnet有点小不稳定 有点充足网啊 没有没有 我是没差可是是助教的钱 你为什么弄了那么多次他contract address都一样 嗯 他 就是理论上重新deploy 对理论上应该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SmartPi是一个公司还是一个平台组织 还是一个开源的计划 那算是一个 就是应该是有Tedles Foundation里面 他有找的一个团 可能是一个团队啊 但 因为为什么要取消 没有没有 因为我不太喜欢SmartPi里面的node 卡住了对不对 卡住了对不对 等一下他要死了 他追完还死 12.22秒 因为他理论上8秒出一块 但他已经 他已经Delay90几秒了 哇就在 如果我们讲快一点10分钟 他可能就Deploy上去了 好吧 那我们改另外一个net好了 好 好 假装刚刚那个都跳过 我们现在成功布上梦买的测试网 OK 那这个是 这个是叫BetterCodeDev 简称BCD 是我们Tedles上面的 也是由Tedles官方有支援的一个 算有点像是 大家如果在以太有用过一样 类似EtherScan 或是PolygonScan的东西 那我们这边叫BetterCodeDev BetterCodeDev 对 BetterCodeDev OK 那这是其中一个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叫TDKT 只是今天我们为了开发方 TDKT可能是给一般使用者使用 我们开发者比较方便的话 我蛮推荐大家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来BetterCodeDev 里面做使用 那这边里面会 第一个 应入眼帘这个 最快看到的就是 现在已经在发生的 这一支智能合约里面的所有交易 OK 那大家可以看到 例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的UpdateShare 或是Default 就是刚刚有人转钱进来了 那UpdateShare UpdateShare Default 大概就是这些交易 那Storage里面有哪些东西 那这边有我们的Storage 已经有放好Share Share里面就是说 MyNocle它有100股份 然后DBJL100股份 JJNocle200股份 JJJJV50股份 这些的 然后MyNocle是我们今天的Admin 这样子 然后Code就是刚刚看起来最有心的那些东西 但这个可以不用管 OK 那Enter的部分 就是刚刚提到的Entry Point 有哪些 就是Default UpdateAdmin UpdateShare 那BetaCode 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这边 就是直接去呼叫这个智能合约 就是你在右上角只要联好钱包之后 右上角联好你这个固定Net 这边是孟买 所以孟买联好钱包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呼叫智能合约 所以可以在这边直接对你的智能合约进行 直接在链上的测试 那链上的测试之前 这个我刚刚忘记提到 就是其实在我们撰写这个智能合约里面的时候的 最下面这边 其实你 最下面这个scenario这边 其实也可以做 就是链下的测试 你可以测试一下你Entry Point 其实是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这边都有一些Code可以去写 可是我今天就先这个先带过 就是在真正上链之前 你可以在这边做测试 那上链之后你可以在测试网做测试 那最后这两段都测试完之后 才会真的上主网这样子 OK 那当然对我们成工程师而言的话 就是这样写这些Code的测试 或是直接来这边 我都知道说 例如说Update Share 那我里面 我这边Address要放什么 Share要放什么 我当然以工程师的角度 我大概都猜得出来 这个合约想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以一个一般的消费者来讲的话 他要去接触这些东西 他要去把这些东西提上去 对后来讲有点太麻烦了 所以说以一个通常我们Web3的平台 会接 我们叫DF Central App 智能合约只是一个基石而已 它是一个沟通的管道 通常会真的会有点像是我们一般的写 我们一般写网页的时候 都会有分前端跟后端 所以通常这个东西都只是我们有点像是后端的Database的概念 所以通常还是需要一个前端去把它刻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 例如说今天里面的股份是怎么分出来的 这个只是因为我们开发方便 所以我们都知道它里面是这样子写 如果可以用一个前端把这些资料全部抓出来 那会更方便这样子 好 那所以智能合约这边讲完之后 我们会带大家简单看一个例子 就是利用这个合约直接看一下 这个合约的放 这个合约要在前端怎么撈出资料 然后怎么跟这个合约直接去做互动 好 那我们再把麦克风交给宏敏 OK 好 好 那就是其实刚刚NACO讲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刚刚前面讲的 我们为了让使用者能够好使用的话 我们通常都会让我们的service变成像是这样的架构 就是最底层就是Tazos RPC 那基本上你可以把它底结成就是智能合约在上面 对 那我们透过呢 我们要跟智能合约拿支架 我们当然可以直接拿 我们可以从前端直接去去电上拿 对 那就是这个可能比较方便 所以一般我们会经过像是TZKT 或是刚刚讲的Vetacode 就是它帮我们整理成 它会帮我们读取电上资料 然后整理成一个方便查询的API 那你也可以前端直接跟这个拿 那但是如果你的网站功能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就会需要一个backend 那它其实就是帮你做是整理的动作 帮你去你需要大概会需要哪些的function 那你需要哪些API可以在后端把它整理好 然后再未给前端 那前端使用者呢 他可以透过 通常我们会帮他做一些按钮 或是一些输入 然后让他去呼叫 Wallet 然后去操作钱包 然后去操作智能合约 所以基本上我会带大家稍微看一下code 那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笨头影片跟sauce code 都有放到NTO code 跟应该有放在stack跟tagmd上面 所以大家都可以回去再慢慢看 所以我待会就很快的稍微来看一下就好 OK好 反正回去之后它就是一个zip檔 那你把它解开之后npm install 然后npm run 应该就可以跑得起来 基本上里面的目录大概长这样子 那它是一个react的专案 那应该大家都很会写前端 就不特别讲这些东西 就稍微看一下几个比较重要的档案 那这边我们大概开了四个档案 就算是比较重要 那APP的话就是主要的前端的网页 然后API的话就是像刚刚讲的 就我们可能把要去读取资讯的部分 整理成一个档案 那当然你如果比较庞大的专案 可能会分开在两个地方 有前端跟后端这样子 那我这边就写用一个档案来处理 那就是API这边API.js 那constant.js的话就是拿来放这个 里面可能会要改变的一些参数 那像刚刚我们原本我们预计是用GhostNet 那现在要改中工班内 等一下就要改一下这样子 那context的话就是刚刚讲到那张图 就是有透过前端去跟 Vlogchain互动的时候会透过钱包 那我们是用 在Test上我们是用一个Taguito的套件 那所以我们把这些功能写在context里面 就是像是把它做一点分别这样子 OK 好 我先把这边改一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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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在做什么 基本上就是我们先用一个按钮来做卡内挖脸 因为你必须连接你的钱包之后你才能够去操作 这个就是send100块的Tezels会到合约里面 这是我们刚刚输入的合约地址 就是刚刚之前付的那个 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就会操作钱包 然后把100Tezels丢进去 按照刚刚的合约里面100块就会被分到这里面 然后这下面就是刚刚讲这update share的部分 我们先来试 先来卡内挖脸好了 ok好 然后先来丢100块看看 好 好 好 你要重点前方 对 现在还在goes呢 对不对 啊 我用了 你不是摆一下 他现在就变龙脉了 好,那这样这边就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这个当然是我们昨天晚上才看出来的 所以可能有一些bug跟一些没有特别仔细处理的部分 大家就自己再去看这样子 OK,好,那等下应该这边他等下会跳这个钱 你就会变多,哦有,100都会变200 所以他其实就按照这个总共的,总共现在是500股嘛 按照每个股份去分配这个钱 OK,好,所以其实这一段呢 就是我们从100上面去捞资料进来 那这边就是我们去做股东 那我猜现在因为我现在应该不是我的命 所以我应该不能改这个 可以吗? 应该要改 如果是0的话就把它从金带里面拿掉 OK,好,所以这边大概demo一下 其实就是刚刚智能合约都可以做到事情 只是我们做一个界面 去让使用者可以很轻松的去操作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里面扣的大概有分哪些部分 OK,好,先讲就是我们这边用的方法比较暴力 基本上我们就是一直去拿 我们就是设一个interval 然后一直去拿这个 一直去抓那个API的资料 那我这边应该是抓TGKT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get API data OK,好,所以这边 这边就是在抓这个就是TGKT的API OK,它抓到之后它是一个storage 那它有点像是二进位资料 所以做一些pass的转换 然后它拿进来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map 然后我们把它做 我们就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成我需要的格式 然后把它的shared total 然后把它pass成int 然后就转回去 就是impulse跟total OK,好,所以回到这边 那所以这边拿到之后 我就会把impulse跟total 设定到这里的state里面 就是这两个 OK,好,所以 我有这个impulse跟total之后 我下面的资料就可以把它印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去把它 就把这个array全部印出来 那里面把它的地址 把它的多少部分 然后它这个 这个balance是它现在有多少钱 就是把它多少钱印出来 就可以看出 刚刚我们头100块进去之后 分开的这个分认效果 对,所以这边在做的就是 把它印成这个表格 就是这一块 OK 好,所以这个当然是 拿资料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 那我们要做互动 所以我们会需要 连钱包 OK,那连钱包 这边就是这个按钮 那我们就写一个function 就是 你就用它sync 或者是想sync sync就是有点像是 连结这个你的钱包 就是要资讯的意思 对 那刚刚说跟钱包相关的 我们都是写在这个context里面 对,就是如果现在 没有 我没有侦测到它有地址的话 就让它连钱包 那如果有 我按下去就是 就是 登出这个钱包 OK 好,所以 好,那连结钱包的 这个比较细的 就是刚刚讲 我们有用agrito这个套件的 我们都写在context里面 好,这个就是连结的过程 那这个比较复杂 大家就再来自己看 那基本上就是连结成功 之后就把它设定 这些state这样子 好,这个是disconnect的 好,那连完全包之后 就是这个送钱 好,那送钱基本上也是 前段其实就是抠 写一个button给它 然后call这个function send text 好,那这边我们会先确定一下 先确定一下它是不是 在连钱包的状态 因为如果它不是连钱包的话 后面就会错 那当然其实错 合约那边也会挡下来 但是我们通常就是会 还是要做一些处理 这样子 让使用者知道它错在哪里 这样 好,如果没有的话 就告诉他要先连钱包 这样子 那如果有的话 就开始call这个function 对 那function成功之后 就告诉他这个transaction applied OK 可以稍微看一下send ok,然后send其实也蛮单纯的 就是 其实这边的形式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你的wallet去吃你的钱包地址 然后再丢你要进去的 你要丢进去的参数 那这边就是刚刚那边写的 就是丢一个amount 就是把外面传进来的 这个castle amount 那这边会乘100万 是因为这边单位是用mutecastles 就是大概差100万倍 这样子 对 ok,好 然后丢进去之后 交易上链之后 应该说送出交易之后 它就会给你一个hash 就是这个operation的hash 然后你就可以再去看说 这个result有没有成功 然后就这样子 对 好 这个就是丢钱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我们要更新的部分 更新这个update to share 好 那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个input 那去吃它 我们要 这个我们想要变更的地址 然后我们想要变更的这个 它的股份 对 然后呢 这个都把它存到set之后 我们再去call update update share update share 一样是去call刚刚智能合约的function 应该说entry point 对 好在这边 那就一样了 就是它的合约的地址 然后呢 它的entry point的名称 对 对 然后就把他需要的东西丢进去 送进去 对 好 所以其实 其实很快的带大家看过一遍 就是我们实际上怎么样完成一个很简单的dapp 就是透过前端后端跟智能合约的串接 那你就可以让使用者也可以去使用你的智能合约 总不能让使用者去刚刚那个betcode 这样子去下指令 对 这基本上其实dapp变得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想像就是把一般网页的资料库把它改成blockchain 基本上就是再加上你要操作互动的时候可能需要透过钱包 对 所以其实虽然今天介绍的是TESL 但是你也不一定要 你也可以去开发别的电 其实背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你把智能合约换成用solidity写 然后你的去 你可能不去抓TZGATD 可能去抓easter scan 然后其实你都可以抓它资料 所以很有趣的是 其实你的钱带有可能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是你后面可能可以抓不同的电商 不同的智能合约的资料 对 所以其实dapp很有趣的一部分 就是因为这些都是公开透明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去抓 就像TESL上之前有一个平台很有名叫heannow 其实heannow它就是有它的智能合约前端和后端 但是他有一天就说他不想玩了 他觉得他赚够多了这样子 我自己觉得 对 然后他就结束了这样子 对 但是这个平台还一直在为什么 因为有新的人去帮他做一个前端和后端 所以他的智能合约一直在blockchain上 所以这个平台是持续在运作 但他们也持续的收到钱 对 但是就是 所以其实不像以前的 你一定是要自己套server 然后把全部都架起来 所以我就是算是dapp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对 那今天就是用这样简单一个范例示范一下 这样子的分论的智能合约跟dapp的操作 大家回去可以再慢慢看code 这样子 对 好 然后到这里 谢谢大家